36岁的方小平第六次婚姻嫁给了比他大16岁的陈明森 可两人新婚不到一年 陈明森就出了车祸 在医院治疗了八个月后 还是抢救无效去世 只留下了66万赔偿款和不到一岁的女儿 可让方小平万万没想到的是 刚刚办完丈夫的丧事 自己就被夫家人赶了出来 并扬言66万的赔偿款一分也不会给他 陈家人如此过分的对待方小平 到底是见钱眼开 还是背后另有隐情呢 面前这个皮肤又黑 身材销瘦的女人就是方小平 说起被陈家人赶出来的事 他气愤不已 陈明森是20天前过世的 在他过世之前 方小平一直尽心尽力的照顾他 陈明森出世之前 方小平有100多斤 后来因为照顾陈明森身心俱疲 八个月就销售到了现在的70来斤 可自己的付出 陈家人却一点都看不到 还如此的冷漠无情 不仅欺负他孤儿寡母 将他赶出家门 还打算将本应当府 他和女儿的赔偿款占为己有 方小平越说越委屈 这些钱是他和女儿以后生活的依靠 如今很可能一份钱都拿不到 这让他怎么能不信交 难道这笔钱已经落入到了陈家人的手里吗 记者来到了当地司法所 得知由于这笔赔偿款还存有争议 现在仍有司法所代为保管 等两方协定无意义后再进行分配 不过现在的赔偿只剩41万了 其余的25万已经支付医院的医药费 据陈平森的弟弟们说 现在仍旧有一部分医药费用没有结清 所有的医疗费用加起来大概是39万 听到此言方小平连连摇头 他认为根本没有这么多的医药费要付 是陈平森的弟弟在说谎 第二天方小平带着记者来到了陈平森家 刚到院子里 陈平森年过八旬的父亲就走了出来 他看到方小平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脸色 陈平森的父亲并不承认 是自己和家人赶方小平出去的 在他的口中是方小平自己要走 那天早上方小平因为女儿的事情 和陈家产生了一点小矛盾 随后他自己就收拾行李离开了 不仅带走了自己的衣物 还带走了一部分家具 完全就是不打算回来的样子 对于赔偿款的问题 陈家态度更是非常一致 他们从来没有想要私吞一份的赔偿款 而是想要让这份赔偿款 留给陈平森和方小平年幼的女儿 而且66万元的赔偿款 在支付医药费 三藏份以及处理交通事故的所有开销后 只剩下了十万来块钱 这笔钱按法律来说 陈平森的亲女父亲都有分配的权利 可方小平一张口就是要十万 他们根本拿不出来不说 也绝对不会拿 为了避免争议 陈家人决定将这笔钱放在公家那里 等陈平森女儿有需要的时候 让公家分配 这样谁都不会说是偷偷花了 也让小女孩的未来有一分保障 此外小女儿是陈平森唯一的血脉 他们陈家不想让这个孩子流落在外 也不想让方小平抚养 对于这个孩子的抚养权 他们一定会争到底 可方小平明明是小女孩的亲生母亲 也算对车祸的陈平森照顾有加 陈家究竟为什么会对方小平有如此大的意见呢 半个小时后 陈平森的弟弟回来了 你觉得就是说这个 这个嗓子东西不纯还是什么呢 那是我给我老婆 是有什么啦 开始了 有任天啊 弟弟认为自从方小平嫁过来之后 就一直对待陈平森非常苛刻 不仅赚的钱要上交 连摩托家我的钱都不给 那天要不是他吵着让陈平森去买奶粉 哥哥也就不会心急出了车祸 而且家里明明有奶粉 方小平又为什么非要哥哥在夜里开车去买奶粉 这不禁让他们怀疑 方小平就是为了钱而谋杀亲夫 不过这也致失他的猜测 可弟弟还是认为 陈平森的死 方小平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且据他了解 方小平这已经是第六次嫁人了 明明才36岁 就已经有了那么多段婚姻 而且他第四段婚姻的南方 也是出了车祸死的 第五段婚姻的南方 前年还被检查出了喉爱 再联想一下方小平的家人 要么身体不好 要么无辜失踪 很难不让人认为 方小平就是一个客夫天上年 如今方小平就嫁过来一年 哥哥就命丧黄泉 他们认为哥哥的死 就是方小平造成的 一家人对这个女人 可以说是充满了憎恨 而且方小平之前 五段婚姻里都有过孩子 可没见他在离婚后抚养一个 全都是由前夫家庭在抚养 如今方小平如此强烈地 争夺小女儿的抚养权 陈家上下都认为 他是想以孩子的名义 分得更多的赔偿款 对此方小平拒不承认 他自己命运多舛 很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 只能和母亲哥哥相依为命 后来哥哥成了家 可没想到 嫂子和伯伯家的堂哥跑了 哥哥12年前出去寻找 就再也没有了音讯 只留下了一个儿子 让自己代为抚养 也正是因为这个侄子才让他的前几段婚姻无疾而终 对于自己客夫的传言 他更是觉得荒谬 第四任丈夫是与他离婚以后才出的车祸 第五任丈夫更是离婚很久之后才检查出来喉哀的 而且他并没有抛弃自己的孩子 他有定时去看望自己的儿女 对于陈家人质疑自己没有能力抚养小女儿的事情 方小平表示 自己就算是要饭也要将女儿养大这人 此时的陈家人在邻居的劝说下也拿出了两个节制方案 第一 如果孩子交给陈家抚养 那么方小平可以拿到三万元的赔偿款 第二 如果方小平想要孩子 那么留给孩子十万元的抚养费 存放在当地的村委会按月领取 可方小平却哪一种都不接受 他始终认为陈家人在赔偿款的问题上有所隐瞒 由于方小平和陈家人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 赔偿款始终无法分配 方毕司法所准备条件 与此同时 方小平和记者也去医院调取了陈明森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流水 一共是三十五万四千三百六十二两五元 果然不是陈家兄弟所说的三十九万 方小平更加坚信自己受到了欺骗 司法条件无非就是解决财产分配和孩子的抚养权 经过一个小时的签算 再刨去医药费和丧葬费 以及老父亲和孩子的抚养费用后 这笔赔偿金还必须承还陈明森生存的债务 最终六十六万元的赔偿金也就只剩下了四万多块钱 对于这四万块钱 陈家人看在孩子的份上 决定全部交给方小平 但对于孩子的抚养权 陈家兄弟极力争取 毕竟哥哥年过半百才有了这唯一的血脉 他们不想放弃 而且方小平自身条件太差 没有工作没有存款不说 他尚且年轻肯定恒乎在家 孩子跟着他就是吃苦受罪 而且陈明森的三弟至今没有孩子 他承诺会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 对待哥哥的孩子 可方小平却始终不肯妥协 而且他认为自己不可能只拿到四万元的赔偿金 关于丈夫欠陈家兄弟的债务 他不想承担 最终66万元的赔偿款 而有14万2773元存在争议 双方协商失败 司法署所长只能就没有争议的款项进行分配 剩下的款项分配问题 他们需要在15天之内向法院提出诉讼解决 最终画面在陈家兄弟的吐槽声中结束 谁也不知道最终谁得到了更多的赔偿款 但最好的解决方法 还是由供抓供出分配比较好 避免因一级之私 而将陈明森这赔命钱 孩子未来的一份保障擅自花掉 方小平说来也是身世取责欺负 六人丈夫多半不幸 造就了他冷硬的性格 不过关于客夫的说法 却真的是无稽之谈 一个人本来就很不幸了 外界还要加上有色眼镜 去任意的揣测 只会让别人承受更多的心理伤痛